你自主要他支持 雖然我們不是老師 不一定學科知道的 我們要他支持 他鼓勵 我們生活樂際 我們要參與 不要跟他說 你戳到你的 我戳到我的家庭 挫折要去捧慰他 小孩如果有挫折 要把單位鼓勵 結果 學習成就要去激勵他 進步了就給他獎勵 給他鼓勵 然後慢慢的價值要去引擋 他的是非善樂 他的品德慢慢去引導 這是家長他因為扮演的角色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就說比較快 第二 回來 好 現在說到共學長中 就是知情義 爸爸在親 爸爸媽媽在家長在這裡 我們跟小孩對話 共學的意思是說 你學習的共學和對話 對話不一定用 用大人的角度 你不明白 我明白 你就要問 你這個怎麼做 為什麼這樣做 這樣做好嗎 那樣做什麼 對話就是 阿咪談話 對 讓他去澄清 不是唯一的 不是單一的思考 共學很重要 我們這樣做事 也是 改革做事 也是大家都 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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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去決定 一樣 要去澄清 用大人的經驗說 去理解過程 這樣 今天這就是知 但是啊 我們說知識的來 還要去勤著做 要有體會 去分享 阿你今天做到那 怎麼有感覺 你今天問我 你有什麼感覺 你體驗 怎樣 你現在怎樣 分享你的經驗 你的喜悅 然後你的挫折 來分享 過來去支持他 他是領悟 領悟以後 他就會慢慢在意的話 就會建構他的知識 然後形成他的知識和信念 所以 從知情義的角度 對話 所以現在 一般人家 一般學習的革命就是 最重要的是 我們要跟孩子一起學習 協同學習 不是 學習不是孩子的事 在學校老師 也是要跟孩子一起學習 只是他 學校學習的內容不一樣 家庭也是 所以 家庭在忙 也可以 挪出20分鐘 30分鐘 個別的時間 跟孩子 但是這個可以講很久了 講很久了 但是你要有一個觀念 就是說 學會過程 爸爸媽媽 不是全部推給家庭 推給學校 如果家庭他有一個好的觀念 當他學校 學校就會學習一份 全世界 所謂未來學校裡面就是 家長和學校 要一起合作 來幫助這個孩子成長 如果你只是 讓他丟給學校 家庭呢 他回來 他是不是 袁夕老師 建議他應該家庭學習什麼 沒有督導 沒有引導者 沒有支持者 孩子在家裡不知道 他發展的是不是生權 所以我們不能把它切割 家庭和學校 是一起來幫助孩子的 永遠不變的理論 所以 你跟孩子對話 是一般生活學習的 老師跟他對話 是知識需要學習的部分 他是不一樣內容 每一個人跟他共學 包括做好定 我們也是我們老師這位奉學 現在 這個人在開花 講什麼的問題 我們的書課 這個講話 不一定說十分有力 但是兩分 兩分有對我們叫做哲學 我們基本跟孩子的對話 要把當做一個孩子 他是平等的 孩子講的可是很天真 但是我們就是要去刺激 去問問題 引導他建立比較正確 比較成熟的觀念 而不是去 績笑他 不是喔 下面 所以 在這個對話的共學習過程 有時候我們不要搶 你看 這是我們普遍去調查 當然這個尺度 不一定絕對 第一個要去尊重 不要去強制 你就要這樣 母母親操縱 就是這樣 強制 強制學生就會有一些孩子 成長過程越來越大 你就會抗拒 有主持人 他如果做什麼 比如說不要說什麼 有主持人 他自己的房間 他如果說 你自己的房間也要敲門一下 敲門就是標準尊重 家裡的 家裡的 你的東西 我買你 我要開 為什麼你要說什麼 這是主持人 因為在教導 人要學習主持人 對 你沒有要敲門 一樣 如果要找你 你和你先生在房間開 沒有敲門 發生什麼事情 他也沒有學習喔 一樣 人要學習 所以不要一強一支 要稍微學習幽默感 其實有一些挫折也幽默化解 幽默感 我們的生活會比較輕鬆 沒有人很嚴肅 沒有很嚴肅 我們要有主持人 做錯事情 還是說稍微要有點包容 不是只是批判 你要包容他 甚至鼓勵他 他才會有力量 人有做錯的時候 人要鼓勵 不是比較 讓那個你看 每天你把他學的 你都課九十五分 你都課五十幾分 你叫我是延長民主 你叫就看 孩子比狗的錢 我就這樣課了 我就八十五分 你心理學習 你如果讓我認為 小孩子這樣 他就會自己 就會停頓這樣 我會這樣 所以不要比較 說不定你發現 你的孩子 有些能力是超越他的 他會幫助別人 對不對 你看到他路邊以後 會幫助一些老人家 牽他過去 他有一個善良的行為 你的孩子比人家好 你為什麼不欣賞這個部分 有些不可以 不要比較 然後不要只是可憐 不要這樣可憐 你要激激 還有性能 孩子最重要的是 爸爸媽媽的性能 不要多贏 常常差異 差異的話 孩子長大也會差異 這個顧問下面 要能夠欣賞他 做的事 對的事 不一定要諷刺 要聽他的話 不一定霸人先講話 彈話的技巧 說第一 你這問題是什麼 你是怎麼做 你的看法是什麼 你問到買了 都會這樣說 你如果這樣做的時候 別人翻嘴 他就是要怎麼處理 你現在都不要說的 都給他發表 說了他買了 不知道要怎麼說的時候 他說 不然我買什麼 真假 先讓孩子講話 你才知道 孩子到底心裡想什麼 不要先 大人就直接先講話 他就不知道你什麼 你也沒辦法發見他 想什麼 這很重要 要能夠關懷 要讓他有自主的行為 因為自主是學習成長 不要太大的干涉 下面 我這戲儀 想 這戲儀 上午各位 愛是什麼 愛就是一種接納欣賞關懷 不要跟別人不要接納 這是我的孩子 要欣賞他 他許多的優點 人被欣賞以後 他就會開花那個錢 我們人是善樂拆出來的 當他看到他好的一面 他的好的一面就越來越大 不好的就接納了 所以我們要欣賞他 鼓勵他好的 鼓勵他好的 讓他越來越大 所以我們要欣賞他 然後要關切他 再忙也要關切他 因為心裡有時候 孩子有些事 孩子有一些挫折 還有一些心理的 然後去關懷他 給他支持的力量 心是什麼 心是用來聽聽孩子在講什麼 心是用來分享你孩子的 許多的想法看法 心是用來善解人力 同理心 心啊 心想孩子 分享他的看法 我們以計畫他的年齡 我們的善解人力 都沒有來 第二 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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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子之間 母女之間 才會親啊 第三就是情 要有什麼 包容 寬恕 耐心 所以這四季 你如果記起來 可憐 你在家庭 會比較圓滿 愛心 親情 大家都知道 但是你的技巧裡面就是 加油 加油 這會講很多 如果專家來講 今天這四季 就可以說2.5 但是我相信 各位家庭 你都很聰明 回家庭 可以拿回來 我實在做 什麼 什麼 想要 想要就是 我們建立一個 共學家庭文化 我們的氣氛 我們的家庭 都是一個家庭 分散的 我們跟孩子 媚婦 跟孩子 跟孩子 一起做 大家共同來 學習解決我們家的問題 分享我們的問題 去創造我們家庭的快樂 來幫助孩子成長 這個問題 這就是 健康 溫馨 有活力快樂 這是我們經營一個家庭重要的 我們的孩子 在這個環境中 去培養他 熱愛生命 他會自我肯定 他會學習尊重 欣賞別人 他會和善互助 他會跟生活融在一起 他會親密的去支持他兄弟 朋友 然後 我們活力家庭 是透過民主的過程 去討論我們家的事 然後會相互勘寒 其實如果是這樣的家庭 共群的家庭 我相信 這個孩子 在這個家庭裡面 他會比較自在 比較快樂 然後比較容易去開花他的錢 那學校的就義 就位 就是因為 依照他的性向去 把他的開花出來 家庭的力量去支持 學校的教育力量 才能夠讓孩子在未來的世界裡面 能夠 擁有快樂和自主的生活 我希望 每一個 在座的各位 我們一起努力 我今天就講到這邊 謝謝各位 謝謝 非常謝謝蔡教授 我在讀書 我在當主演的時候 我也會邀請 教授來跟我們演講 他的專長就是 他會用圖示 來把很很繁瑣 或是很複雜的那個理論 很簡單的幫我們做圖示 各位家長今天有沒有這種感覺 很快就要這樣重點 揪你出來 我相信今天大家一定會覺得 我們有那個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看世界的感覺 看教育 看家庭經營的感覺 那最後一張叫做 一個優質家庭的特質 然後從最後的家庭文化共學 這真的是很重要 那都是想基本的東西 我們怎麼感謝教授 在家庭之間 親子之間活動當中 這些如果都做好了 基本上還是幫我做 沒有什麼問題 因為你們 你們一旦有優質的家庭 有家庭好的文化 你的孩子出去就八九不已十 那我們如果可以再尊重 關懷支持 讓孩子有幸運當中 孩子將來就無限的可能 就無限的可能 我們一方面謝謝校長 蔡校長今天來演講 你們要不要注意 所有的家庭都能夠幸福美滿 謝謝 我們是不是最後再請大家 謝謝你們 謝謝你 謝謝各位 但是我現在要說 我雖然是說來到和平國小 很久了 很久我來國小 但是我如果帶給他人 我會把他人帶進去 我跟他製作這個投影片 他講的差不多20個時間 因為我會把所有 許多的體驗 對 為這個道 為這個道要有意義 要說什麼 這就是 我們做一個 我們要做什麼 我們要自己去沈默 我們做人的背部 我們也是一樣 我要怎麼照顧我的角色 我要付出利益 我們能夠幫孩子成長 是適合這一代的作用 然後祝各位 幸福美滿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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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各位家長 駕到班級 我們接著的兩堂課呢 我們希望你能夠走路班級了 關心老師 謝謝